我先說一句 這個櫃子很難做 你們了解就好 如果有一個簡單的文章 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 或是經驗看看 可以譬如說 你如果要做過英國 做會成功 做會成功 我們再講 老實說 如果我們開始要進來 首先我們要了解 這裡有一個櫃子 主要是說 因為這個祖母本身 如果是露天的 在整這個祖母 太難了 你用化學的下去 往事要看 稍微氣候也有影響到 你如果經常落後來說 那些地方 很難的管理 因為 如果有氣 或是說 要用自然的農發 這種的住宅 去管理來說 這個文章 我們說這個消息主要是說 溫室的部分 溫室是一定會的 我的感覺 要做到有成功 一個產業出來 如果自己做幾顆 自己要吃的 那些都可以 我們用架子都可以 再起來 再過來 就是 我們要先準備 我們的航空 要帶那些 增進去 要看麻煩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要去老天 另外要去當心意 這個 保護非常主張 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受粉 受粉這個動作 非常重要 因為主要是 溫室裡面 你的溫室裡面 如果沒有做這個 受粉的動作 來說 可能看著長 不然就有架 這架就是要有 吊架 因為這個架是比較大 你如果現在 都沒有吊架 沒關係 正應的方向 所以是要有 吊架 到後面 就是 到這個架 收尾 這是讓我們 生活一個技術 你在看 什麼時候收的 採收 這個過程 從前 看得很小 種下去 一直到採收 這個過程就是 有下肥的部分 當然 如果做油肌 就是 油肌質的部分 油肌肥 像育肥 酵素等等 這些都可以 來防治病害蟲害 另外 很多的 他們看起來 沒有太疼 沒有太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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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害的部分 這叫 我們代表生理障礙 生理障礙 主要是 天氣不順 營養氣息不順 這部分 都叫做生理障礙 它不就是 不是蟲不是病的部分